不适合做这个主持人 有个剧特别适合你就是白雪公主 我们一起演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然后我特别喜欢蓝色衣服这个 就是觉得你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身材就小小的 但是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就很老成 很man 你们这五个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就是 就算是一个老大的一个队长的一个角色 你好 少年组的队长 是你是吧 有什么能力觉得你可以做这个队长 第一 我年纪最大所以我是队长 第二 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 还有那个信心还有那个勇气 当好队长 所以你最高站中间为什么老不说话 我就是打打游戏还可以 站在这里就是有你的价值 为什么说自己不好呢 谢谢谢谢 其实我不自信 是事情需要 就是 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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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星姐姐姐 你就没什么好 可以问我的吗 流星姐姐 我想问你们五个人 你们将来都想做什么呢 搞音乐吧 队长呢 我很喜欢唱歌 也希望能够让很多人听到我唱歌 所以呢 我希望 希望我将来可以能够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叶礼福讲面呢 叶礼福讲面呢 叶礼福讲面 叶礼福讲面 我希望可以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打拼 然后创一份夜 我想开一家Pub 我那边还有点急事 我要先走了 你们先评 不好意思 我要去那里了 你别走啊 我要去那里了 不好意思 你别逃啊 他那有一个很急的事 他要立体去 姐姐们不用问这么冠冕逃豪的问题吧 我还没说我的梦想嘞 我想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我觉得你们完全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我跟红神看法不太一样 不管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但不管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觉得只要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跟你的梦想有关联的 是间接有帮助的 那你就继续努力 如果你觉得没关系 那你就赶快走人 有些姐姐说得好 谢谢有些姐姐 说得好 今晚红尘姐姐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偏见 像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做我们很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们 我们只要快乐就可以 像快乐女生一样 对对对 刚才说让我们走开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走开 嗯 导演这段紧尿 有味道你们的梦想 然后做出相应的努力吗 如果一个在成长期的孩子坚持两天半不回家在这里坚持工作而且没有任何愿言而且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没错 你记住你们现在这种感觉然后保持住 hold住啊 你们转大了之后 再回问一下现在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回忆 反正是来我们千尔店的客人 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店 必须要挖点东西走 必须要留下一种礼物 纪念品 什么礼物啊 你看我们六个你们喜欢谁把些留下吧 都喜欢怎么办 全要了吧 那全留下吧 全要了 可能我们的粉丝会对你们今天所谓的评论然后表现会很气愤 对 很气愤很气愤很气愤 非常气愤非常气愤 害怕没有有 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有你就下次别这样说了知道吧 那你就送的东西给我们保护一下我们呗 是啊 免死金牌 什么 免死 哦免死 免死金牌啊 耶 好不容易你们那么多尖锐的问题我们就不用怕被你们粉丝骂的咯 队长颁给队长的啊 对 泡沫做的嘞 多摸一下 泡沫做的泡沫是泡沫啊 哦刘欣姐姐 刘欣姐姐 刘欣姐姐能不能亲手交给我 她好喜欢刘欣姐姐 谢谢刘欣姐姐 谢谢刘欣姐姐 她守护过的地方你不能摸要不然就坏了 今天快乐女生来到了我们七号店做客 以后有机会我希望快乐女生们能带我们去你们那玩一番好吧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想起相爱的一家人 哦哦哦哦哦哦哦 要不就能多难 能到 不知道 不知道 珠珠和宗喜那边怎么样了 汤伯伯 千万别告诉太子爷 那哪成啊 这事要是不告诉太子爷 那是要出人命的呀 告诉了更会出人命啊 到时候人头落地是免不了的啦 哎大狗猫 出什么事了 那么严重 太子爷 哥哥哥们 大事不好了 小汤子 和你说过多少回了 浴室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是是是是是是是 今儿早 赵丽卓人叫黄龙师大师陈起 一推开门 人一耳朵不见了 只留下 这个 太子殿下 陈考东营之为国 不过三点 无陈东海 游移速度 附地军事 拒不及中国十分之一 其小畅奇异之人 却与我国数倍 何故 乃举国之力 乘以开张内外推法之步 欢我大清 小畅奇异之人 零星可数 为臣倍感忧虑 上居奇虽大胜 却难掩沉 焦虑之心 臣速来闲散之人 今当远离 以某有志少年 震刷先祖之精神 依徒自强 一举旗之胜百无 殿下少年一目 万事一字 臣不慎受安感激 望殿下大兴围棋 不遗余力 至于东营起见 以为围棋强国之转机也 虽然有些难懂 但黄龙氏 是不是走了 走了 黄大仙 您在想什么 你不猴出这个事 谁来猴啊 浩野刚去找了安倍老师 给我们下了必胜的咒 你看 老师 老师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我想请您 为我的友人 写一道必胜的符咒 就是我这种 幸福安倍老师了 那为什么 我已经这样伤心了 你是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 你的老师 不要乱猜嘛 你吓坏了我 又小的心盈 真巧啊 我 我一到那边 这人就把我给带到教堂里面去了 他竟然说服了这个教区的故事 我宗喜做祷告啊 宗喜一定能够化行为夷的 就是就是 他就终于也不再卖光子了 不过 这也证明了他还是比我们聪明 你们五个猪脑子呀 就不会去找一个当代的围棋大师来下军期 通过你们 让两个实在的围棋大师进行对决 你听明白了没 当然不能让什么大清的皇太子跟人家日本专业的围棋手去进行对决了 围棋手什么脑子呀 武松人什么脑子呀 我可以抱你吗 我可以 我可以 不 他怎么这么痛 天呐 黄大师真的走了 走了 平凤哥不是说过吗 最终对决的不是黄龙师和本音坊 黄龙师大师就这样走了 啊 这算是欺君之罪吧 是要杀头的 我着急回来找你们想办法 不知道宗喜会怎么处置黄大师 我知道 平凤哥说了 平凤哥还说 黄太子宗喜对这件突发事件的处理 让他第一次对黄太子刮目相看 对 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公关 黄龙师散漫俱药藐视朝廷 戴漫天恩 罪该万死啊 大敌当前却无战而逃 太子殿下此人万万不能留啊 皇上以下誓 由太子殿下全权处理此事 请太子明断 黄龙师虽然行动鲁莽俱药 但赤骨之心昭然 大师乃决定高手 其境界格局非平辈可见 今日不辞而别 绝非临阵脱逃 而是传承我中华瑰宝之心切 人品高级 我何忍杀之 但现在谁能迎战奔英宝 谁 可有此胜算 除等 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就是输定了 太子可要想清楚啊 黄龙师的出走 是太子唯一合理的理由 不利用的话 恐怕 皇阿玛怪罪到皇帝的头上 我 愿意迎战 皇帝 我以为 大战当前 即使是输 也要输得有气 此刻这盘棋 除我之外 其他人来驿战 都会危险 宗喜 郑男人 我喜欢 我佩服 我崇拜 那么 就让我们打响这场尊严之战吧 加油 加油 李老师 围棋史上 就是获得骑胜斯龙的 只有他一个人 直线开始学骑 二十三个冠军头衔 他实现了中国棋手 战胜日本超一游棋手 重点突破 被日本游棋界 为灭顺风 也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的 在较长时期的比赛中 连续击败日本最强骑士的唯一艺人 他最高巅峰 达到了四届中日围棋类台赛十一连胜 激励了无数中国少年 走上了骑士的道路 天哪 难道即将上演的 是本营仿道策大师 与聂魏平骑胜 跨越三百多年的巅峰斗绝吗 宗喜有救了 杰瑞的祈祷真有用啊 我听说聂大师智商极高 很难对话的 智商过高的人啊 情商可能会比较低 比如我家Tiger 他的三段婚姻也都曾是满城风雨 你真是个奇特的人物啊 小心哦 他可是有名的一路电视节目就会睡着的人 为了宗喜 为了中国围棋 我们必须搞定他 诶 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7号店啊 我ום Meter 我疯的期待让你呢 indeini 诶 这是哪 我是不是迷我啊 诶 你们有请 你要了饮再走也不吃啊 我们给你准备了大喜果 大喜搜 好如果 ein 最大英招 让你大师迷了路 不过 骗他迷路还挺容易的 因为他老人家出了围棋 其他事都不太拿手 希望能帮上你们的忙 帮上大忙了 大忙了 说了吧 哥哥们不是白了的吗 这么多的 还会迷路 是啊 下棋那么聪明 怎么平时笨笨的呢 我马上就要来回跑了 许昊 你要配合好我啊 放心吧 围棋的道理 昊已经教了我不少了 我不会让聂老师看出我们的破证 各位兄弟 我去了 今日真无助我人默契难忘 默契难忘了 喂 少说空话大话 请我们吃大餐啊 你还想吃啊 不吃怎么长高呢 对啊 你还要长啊 我 听说啊 黄太子就亲自赢了 都能提示了 凶多吉少 黄太子真爷们儿 眼看要输的比赛 不让臣子们为难 自己上 有担当有胆练 长得帅身材好 比你们 要点儿多了 哼 好戏 好戏